Wallershop Wallershop 到了三分球 散用了現在比較對他有利的方式 這邊Wallershop接球之後往前也是一樣 最後再準備一個三分球的距離 Wallershop跟Chuck 往裡面走 最後硬擊 再把他撲回去 當然在這個 比結了最後一分鐘剩下50秒 Wallershop接球之後外線再起 OK 這是他對最高分的分數之後 這場比賽看起來 活動力仍然是頂尖的 Wallershop的Betting這位守住了 第二次再出手 拉幹不行 但會讓富方的禁區非常的威脅性 沒錯 其實剛剛給了Wallershop很大的壓力 因為Sharp連兩球更加不守他 倒出來 Sharp守他還是零封 現在富方的策略就是本土球員手前面 不讓他投三分 然後Garshtia在後方做一些協防的動作 不讓他往 就是 他還是 經驗豐富 湖頂再來一個的是Wallershop 這一節的第二個三分九 王萬給的時候發生了失誤 前面是二打一 Wallershop今天也是神了 但是 選法必須要控制更多的一些責任 在上半場的板正上來 並沒有任何一點分數的貢獻 但是外線開套 這是Wallershop今天偷 Garshtia在第一節的時候就已經有七次的助攻了 可是到了第二節他雲風不動了 沒有人在打 Wallershop開進去了 頂開 兩個人的協防最後是造成犯規 這樣子的處理的話 對Tony Mitchell 沒錯 右邊空的左邊表示他沒有閒著 應該有人在堆積啊 配出去Wallershop大號三分 真的 DK的Wallershop已經進入到了忘我的三分球 越投越遠了 剛剛那一球已經看到是Danny Lillard 決殺雷霆隊的這個三分球的距離 那當然那個就不是Paul George手的好不好的問題 那當然呢 在籃球的罰球來看啊 你拍這個技巧 先要穩定一下自己的情緒啊 哇 哇 這Shop真的度拋很高啊 沒錯 其實在富邦的道路來看啊 在下半場幾乎沒有看到張宗憲上來 整天 因為還沒進了 現在對玉龍來說 希望可以耗費一下時間啊 跟他的球權啊 是 哇 哇 這次可能是摧毀富邦勇士反脫意志的三分狀況 當然這場比賽對於玉龍來講啊 全隊啊 真的是 但是 你